你这些年你不断做评委参加这种节目 这些年轻一代他们的精神状况 你对他们的普遍性是什么 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闪光点 但是我偶尔觉得创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都是在延续过去的东西 我有时候在当下的作品里看不见这个人 看不见真的他 每个人都不爱自己忽略自己 都更爱某个概念某个观念 更爱某件事情什么 同时每个人宣称自己的个性 对但是我看不到真的他 就是我也很矛盾 就是你的音乐跟自己有关吗 这个是个问题 比如像阿德尔可以写歌 说自己失恋的故事 跟男朋友吃饭的故事 就是他 或许没有那么奇特 但是至少你可以感知到这个人 对 还有的人就是比如像像像他 David Bowie 可能他永远都活在一个故事里 活在一个虚构里也是有意义的 对 就是说无论是你活在虚拟的世界里 或者活活在真的世界里 就是恰当吧 我觉得得找到一个特别恰当的 让我觉得能够特别好感知那个东西的 嗯 哎呦我去这不能具体说 因为具体一说你就知道了 嗯 就是有的人你表达的那个东西在我看来 嗯 他不成立嗯 都所以那他就就我已经就排斥了 嗯 有时候你你只是看到了非常表面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深挖的机会 刚才说的突然 让我那种感觉 好像是不是跟 就是他 他是一个自我叙事 就是你说的我们的那个黄金时代 他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 然后一个自我叙事的整个的生成 可能这些年跟自我的叙事 有消失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碎片化 你都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叙事 你是不断的这么跳跃的 然后然后其实集体力量也变得前所未遏大 嗯 然后个人就被吞噬掉 吞噬到那社会力量之中去了 是音乐里更是明显 因为大家说实话都很累很忙 生活压力都那么大 他其实更多时候把音乐当成消遣了 嗯 所以你就说让他非常多的思考什么 其实是不愿意 很多人不愿意 所以变成说就是人云亦云背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 那我就去看一下 嗯 或者说都是言不由衷的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其实根本没有想过的 大家都是这种很轻率的 就就去否定一个东西 或者说点什么 但是其实这个都不是什么思考后 就是拼贴的结果 对都是拼贴的结果 嗯 所以人们会慢慢的嗯 丧失去觉得我的东西有意思吗 嗯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还有价值有意义吗 如果大家都就是你眼见的 所有东西被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那样的时候 就是说人会忽略掉 其实原本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东西 就是目的目的目的就是你要干嘛 每个人都是你要不准确的告诉我这个都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必要 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新冠危机之后这种目的性变得更强了 你像我们俩本来这么聊瞎扯蛋 车扯蛋这个这个然后突然开个视频会议特别直接 对 你要干嘛 对 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样 就是就是你已经习惯了 每一个人都不想不需要你的创造力 嗯 都要的是你的复制能力 嗯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复制能力 如何让一个东西变得成功 大家大概就是 这一点你是什么时候比较强的感觉到 2000年初之后 嗯 特别明显 因为我之前不是这样的人 呃 比如说王飞 我帮他做浮躁 嗯 预言什么 其实都是唱片公司完全抵制的就不想让你做的 你看这名字都有预言心啊 对 就是对 就不让你做 嗯 就他觉得这太不商业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有机会 嗯 我只能说当然因为他是大明星他有他有机会 嗯 怎么做嗯 但多数人就已经不可能了 嗯 就我不排斥大众 我觉得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东西卖钱就是垃圾 糟粕 也不是说这东西不卖钱一定就是艺术 完全不是 就是我只是从个人角度来想 比如说音乐 嗯 那在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是有那么强的求知欲 嗯 并且音乐带给你的那种 激情是嗯 那么火热 现在呢 有才华的人多到 各种国外留学的就是天小天才很多很多 可是大家没有没有比那个时候更更炙热 我觉得嗯 嗯 反而变得有一点点无所失从 嗯 你说 杜维为什么那么勇敢我真的很很佩服他真的好厉害我觉得他 嗯 对他是一直坚持自己他是比较自我的那种而且他并不介意你你你你你理解不理解 嗯 而且他自我很挺丰沛的他不是他也不是他一左他也没有没有萎缩这个自我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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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是把自己过得好好的不给别人添麻烦如果可以照顾别人最好嗯 嗯 这种也是很累很辛苦 嗯 就是你不你有部分是中产级价值观的没错没错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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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有就是还是挺强烈自己的东西嗯 只是不愿意表达我觉得没就是没必要就是我我只是不想打扰大家嗯 嗯 也没有什么责任心因为真的靠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节目了你看见年轻的乐队 你你你想要跟人家说什么或者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我不说实话会不会不真诚了嗯 但是呢说实话又有又有几个人是真的 会认为你会听你的你是你是你是真诚的呢你你也许他们认为你你这样才是不怀好意吧 嗯就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我不怕别人比我好我巴不得他们年轻人做出来音乐让我吓死我嗯 就是爱我你很容易欣赏别人啊啊我太容易欣赏就是你你只要好嗯 但是大多数时候就是非常让你费解的事比如你发现一个人非常非常有才华 可是过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看着他嗯一点一点消耗到没有了嗯 那个东西不见了其实我我我自己是挺难过的哎你觉得什么原因呢他怎么就消耗的 是什么原因你觉得是他们身上最欠缺什么东西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比如说吧比如说哎就说笑话吧嗯他在美国他去美国学电影配乐 他是年轻人里非常非常好的音乐人制作人演奏者他从国外学习回来的有一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不行我们马上我们不行再也不能忍了我们必须要做音乐了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大家特别开心吃完饭走了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嗯就去各种演唱会监制什么就开始忙起来嗯到最后就又变成又回到赚钱工作嗯那个模式里去了嗯没安全感吧嗯有多少钱也没安全感嗯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好多人就在录音棚里进来 跟录音棚里进来说哎今天这首歌嗯要走心啊嗯一定要混音要走心啊嗯好吧我有点事先走对哈哈哈你懂吗就大家都知道要走心但是各自忙各自的其实变成嗯嗯变成一个嗯一个象征的一个一个意义了不再是是你真的要为他所以就是我也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挺奇怪的嗯就像 贝贝贝说嗯呃国外的那个年纪很大的爵士乐大师嗯来北京坐在车里嗯看到外面有一辆车那个大师说啊你知道吗这辆车是我的梦想车嗯我们都好心疼在中国可能一小孩都嗯都开嗯就这么大一大师嗯梦想就是这个车嗯但是那个大师一天练8小时停嗯就还是会花时间在那个是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人 这种嗯嗯我们就怎么那么慌呢那么着急啊对那时候我看那个那个那个苏珊桑太哥的那个回应吗专记的苏珊桑太哥多厉害啊天才啊什么他到了 都有五十多岁吧五六十岁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公寓以前一直是苏珊桑太哥对啊然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金钱的问题突然有一天他那个公寓的中火灾嗯火灾警报就把所有人都要赶出去嘛 然后他穿着睡衣出来穿着他突然意识到他要去旁边旅店去住一晚上要过去嘛嗯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没有100美元可以住这个酒店哇哦然后他突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你想他那时候已经已经那么厉害了嗯所以你想他们这么厉害是有道理的对啊对吧那我们录节目时候高晓松嗯在那说那是亚东嗯嗯我不缺钱呀嗯我也不明白为啥小松老焦虑的对他 太老焦虑的就是还是要这么拼命要去赚钱嗯就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被什么嗯被什么驱动就是没有安全感很奇怪很奇怪嗯所以所以我也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整体的对这个东西的对他互相传染互相传染病一样我觉得这是更严重的传染对就是就是让你会忽略特别多 尤其是在在现在这个时候嗯更是在我看来特别不对的哇哇哇好听啊我也觉得好听啊真的好听啊我感觉我妈又在舞台上啊而且我觉得很亲切啊她唱过这个戏哦哦 嗯嗯嗯好听好听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感觉我都觉得很亲切嗯当然当然我马上回到我一直跟着剧团嗯就跟电影里一模一样就马车来拉整个剧团的行头嗯那个木箱子我们人是坐在马车上面我妈哪一个摇篮跟我在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到乡下演出的时候有时候过那个河就被车整个线在里面出不去嗯 嗯嘛要下来大家一起推那个车就一听到这个就是都想起来都想起来啊但是就是对于一般的像我这种吧确实是我会忽视这部分比如你让我听的话我可能大概会选出来的都会是那种理性就是极具理性的的东西会震慑我嗯所以有的时候是我认为是美好特别好 但是他他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再往后面走嗯就是我看不到可以可以让他变更好的方式嗯当代话你觉得很困难什么很困难就意大利歌剧也没办法感染我其实我也挺好奇你会怎么看就中国过去的音乐传统有没有可能在就对对当下有产生更直接的一个作用呢你觉得可可使用的可其实我们其实就是 就是说实话嗯很原声而且其实不是特别逻辑化的嗯嗯因为就是很感性嗯大家更注重用这个东西表达的那个情绪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科学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乐器对它全是随性而发的所以事实上当那个西方音乐那种强大的工业系统它是工业系统系统比如说民乐队就没有低音乐器嗯因为中国就没有低音乐器嗯所以民乐队就得要有 一大提琴嗯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没有填补那个空白他们的系统都是小提琴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Bass短笛长笛Obo什么的单黄管巴松嗯所有东西他们都是嗯更注重就是逻辑嗯嗯在技术上一直也对乐器做了特别多革心嗯比如像吉他嗯从可能就是一个木吉他变成电吉他 然后又发明特别多效果器嗯尝试让那个吉他发声完全超过他的能量所以所以才有摇滚乐嗯三个人在舞台上一把吉他的威力可以在我看来在那个时代像原子弹一样的威力就是巨大的音强嗯可以就是透过一个几条弦一个效果器完成就是它确实是会跟我们就太过安逸了嗯并没有怎么说呢嗯 嗯具有强大的同志力嗯嗯说实话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是不是怎么可能嗯就是世界的只有最强大的那个嗯剩下的就还是民族是你你是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对不起你你可能不具有同志力嗯他一定有一个嗯我这么说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就是就是试图找到一个共同点嗯大家不管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什么文化背景下必须得有一个嗯有一个价值在里面对有一个介质让大家突然可以你凝结在那嗯其他的我觉得可能都算是猎奇吧这代人注定是注定生活在这种边缘里面了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嗯这这事情也会困扰你听听听听非常困扰非常困扰非常困扰 然后我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嗯嗯我我说哇这个钢琴弹得太好了我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哎呀我要是年轻的时候好好练琴就好了嗯其实看到人家那么好觉得年轻时候完了我给他回的是啊如果我年轻的时候见过钢琴就好了嗯嗯对没见过嗯我我二十三岁以后才看见钢琴其实有的时候是是是是是是很遗憾吧嗯你没有更早的了解到想要了解的东西 所以一直都在那种错位里一直都在错位里有时候很羞愧嗯嗯就是我在做人家特别年轻时候做的事情嗯但可能这种想法可能确实是需要就被迫要慢慢克服的就是你心中还是有一条正确之路对就正确之路本身是可疑的可能是没错嗯嗯可是你知道我们花费了多长时间在找这条路我知道你有特别理解我也是 就是五号还是慢慢要要克服这件事情那会儿就就戏曲对我来说是全部音乐而且是可能因为小大脑像一个特别特别全新的硬盘一样所有东西都特别深的刻在你那个嗯所以我其实我长大以后特别多时刻都在对抗那个东西嗯嗯就是对抗那个东西我害怕那个东西是因为没有见识戏曲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 他一样打动我但是我前两天还找那个曲子来着你因为我妈剧团那么有一个半头砖那种卡座式录音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记得单卡啊对对对他当时很时髦啊很时髦对他拿回来的时候就拿了几盘磁带啊有一些古典音乐的其实都是片段嗯嗯那个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嗯嗯就是打开另一扇门嗯就是顺着 瞬间整个人觉得哇原来有这样一个世界嗯只是可以这么这么精致这么美好嗯你就渴望成为那个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创作的驱动就是我想要做这个想要做这个嗯嗯我记得在大同歌舞团我写的第一份总谱嗯嗯编曲以后我去排练嗯排练完了以后不是比如编曲张亚东嗯等那个总谱在大家抄抄完排练排练拿回来的时候编曲 变成猪把那个那个我的名字嗯的地方被人写一个猪对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就是想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像刚来北京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是自在还是还是非常不自在就我其实小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工作而且是我当时好像在我们团里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点名的嗯特权分子特权对对对就是我想什么时候来因为人家照顾你说你要创作 什么的其实我要来北京就是现实是完全看不清的嗯就你完全不知道那动力是什么呢当然你是这么一个需要舒适的人你已经很舒适了但是你打破这个是不是想要知道更多完全没有什么其实功利性在里头只是为了想要了解这个世界就是你还是觉得现实的那些东西它不能满足你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个时间也是也是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因为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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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突然打开太大瞬间被吞噬的感觉啊嗯催剑了嗯就特别影响你的人对他们都是唐朝嗯就特别穿撞那个文化的那种带来那种撞击那个火光就我们都是一样是因为因为过去太过太过忽略自己精神上面的那种建设全部东西都是太过 土豁爆太过简单嗯嗯所以那个东西激发了你之后才打开了你你心里另外一个特别隐秘的那么一个角落问题是说比如90年代这样打开了之后你会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什么不同吗就是复数很多东西透过一个一个镜子照见了自己最后离不开那个镜子嗯我说我吧嗯嗯嗯你已经离不开了 拍那面镜子嗯嗯嗯嗯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想忽略自己生活就是说如果你没能把自己特别普通特别平凡的生活过得很艺术 或者说你能不能在你最不堪的时候依然找到你自己该有的那个重量你的情感分量嗯都是摆在那儿的我觉得就是就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不能被任何人代替的你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这个东西是是我觉得是我想要有的嗯但是他事实上正在变少嗯嗯嗯嗯嗯嗯然后呢 疫情期间你什么音乐听得最多 疫情的时候爵士乐最多 大概就听那些 我平时觉得会比较费力的东西 因为我都是那种 就是我不只是听 我必须要把它全部东西都肢解了 要解剖它 对 必须的 但是有好有坏 通常技术上特别了解的时候 那个美感会变弱 我挺理解你说那种感觉的 我们有时候会被自己的这种信息所压垮 但这时候对你来说是个困扰吗 应该说是 是因为怎么说 比如有年轻的作者 他遭遇到的音乐本身已经不年轻 所以你面对过去那么 怎么说 那么多伟大作品的那种压力之下 确实非常困难 那种传统的负担一样 解直了 就是过去的作品 说实话 伟大到就是你真的不用再做了 感觉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写尽写完了 当然小的时候无所谓 小的时候就有激情 就是不怕 更本能型 对 更本能 可是你越了解就会觉得说 嗯 就是越胆怯 其实里面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矛盾 因为如果你没有对传统更清晰的理解 其实你也很难确认你自己的内在的独特 没错 但是你又可能被传统给吞噬掉 一定的 一定的 而且我觉得过去的那个东西其实跟你长在一起的 它会内化进去 它就是内化 所以你可能尝试尽量去尝试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现在科技了什么这些手段 你或许你能找出一个新的美感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在非常内在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已经定格了 对你来说最伟大的时代是哪个时代 反正我是比较倾向于活在过去的 比如说音乐 可能我觉得巴赫在那个时代 我觉得可能我像 简单的说 就是我爱上了一个两百岁的人 就真的有时候 而且你爱上的是两百岁的人年轻的样子 对 根本不理你 你就是迷失在里面 完了 就是突然一下 感受一下他给你的那种 一抬手给你一个快乐的感觉 但是最有创立的时代 都是爱上两百岁的人的过程 你看文艺复兴是爱上了古罗马 古希腊 他们重新去恋爱 让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时候 是 我是想说不同的领域可能都是有他艺术的青春期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过去就不太能 或者说你就流行音乐的巴赫时代是什么时候 流行音乐其实就是从 我觉得他青春期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 一直到九十年代 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就已经结束 他已经经历了那个所有的激情和创造力 就是后面其实都是在重复 目前为止也并没有有什么探索出更新的方式 因为流行音乐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就是似曾相识 就这个旋律听起来好像听过 还能让更多人接受 不要求太多创造力 就是试图用最简洁的方式打动别人 而且确实有时候平淡无奇作品是会打动人 或者说更容易打动人 大家并不需要在一个流行音乐里发现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当然我一点都不反感俗 我也很俗 只是说如果作为工作作为职业的话 那个东西可能不能满足你 有的时候其实并不介意 比如说外界怎么看 或者说其他人能不能理解 最主要的还是怎么可以做到 就是驱动你弹响 那个每一颗音符都是你内在的 而不是风格 不是那些技术习惯 这个在现在当下看来非常困难 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前一段时间我找我一个好朋友写歌 他马上回我说 你有什么reference吗 就是你给我一个模板 我突然一下觉得说好吧 其实不单单是他整个行业 都是就好像都需要导航 没有导航不会写歌 不知道歌在哪 就你先给我一导航 完了我们有一个群 就大家讨论这个事情 为什么写歌已经变成了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歌 这是模板化的 对 我怎么去做出那个 结果有一个录音师说 他说 其实混音也是 每一个人拿来一首歌 都给你一个模板 我要这首歌变成这样的 听感 结果录音师说 其实他的歌本来是河南的 但是导航是荷兰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 对 其实大家好像都被风格 潮流非常紧的束缚起来 这种趋势在什么时候 你就比较明显的感觉到 这种reference 这种高度依赖 其实也没有很久 我觉得90年代还好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reference是少 也不好找 对 根本没有 所以大家还是有 你自己特别内在 你会听到特别多作品 那时候强烈对撞 不同文化的那种冲突 其实我不知道每一年开始 特别多唱片公司 都突然冒出非常多的 几大什么的都来了的时候 开始变得要一个模板化的方式 而且就现在这个信息也是 就这个信息时代 你听到那么多东西 不会有人理会 理会你非常个人化的那个部分 就可能也是 尤其可能过去十年八年 就是个人空间 从前所未有的被入侵 现在是无时无刻 从早上起来开始就被入侵 没错 没错 其实我为什么要写一个东西 当然我觉得谋生是可以的 谁都需要工作 需要赚钱 可是有一些东西是怎么说 就是你能获得的物质 它总是有一个数 可是音乐带给你的是无限的 那个价值 因为它本身是美的 只要你听过受过音乐熏陶 你大概这辈子已经不能再丢弃那个东西了 只要你曾经在那达到过那个嗨点 就音乐让你达到过嗨点 你大概这辈子都就放不了 你始终你还是渴望 有一天突然放一个音乐 你在那一刻忘记自己 忘记烦恼 所有东西都没有 你的生命就在那个上面 真的可以融化在那个音乐 你突然觉得 你一点都不孤独 你的所有感官感受 都是和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你就是爽 你就是甘愿自己是 最平凡 最普通 沉浸在那么那种光辉里的那个人 完全爽 对 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活着 所以你当然不可能放弃这个 就是很矛盾 因为我爱你哪年的来的 七六七六对 嗯 你都这样 你想我我可能会更过更夸张吧 对 我最早在圈里没人跟我说 就我去哪都是醒酒的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那那也是很重要的功能 就不说话 不爱说话 而且老姨父俩 嗯就是也不知道高兴还是不高兴 这几年主要是实在没办法 就是有时候做节目了什么的 慢慢也练练出来了 稍微能比以前能说一点点了 我们俩可以跟那翻出去就好了吗 这吧 对 嗯 你小心啊没事 你行吗 你不当然小心慢点 好 哈哈哈哈 太小心了 哈哈哈哈 就两个小镇青年 无所事事 哈哈哈哈 对 我看啊 咱们再翻一遍没事 哈哈哈哈 这啊 咱们再翻译 咱们再翻译 咱们再翻译